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咱们说到 秀才游仲坤 应朕边王之邀来在了江西 要应聘无聊 不料想 朕边王被人参奏一本 说他要造反 连王爷都拿问进北京 要龙楼欲审 所有来的这些个秀才 全都压在了监中 一个来月的光景 除了每天有人来送饭 也没人问 一直到这一天 哗乱嘎叭 监房打开了 门口来了几个差人 拿手一指 叫什么名字 上柴 我叫尤仲坤 说出来 出来了 几位 你姓游 我姓游 给你道喜 一听说这个 吓坏了 监中有这个规矩 说给你道喜 不是好词 怎么呢 一般来说死刑犯 才道喜呢 说这种啊 杀了人了 压在监中一年半 这一天大伙说了 行吧 给您道喜了 那就意思 今天请你升天 以后你不用在 监里边受罪了 道喜 所以今天这一说道喜 把游子也吓坏了 哎呦 我这太冤了 几位 凭什么杀我 谁说杀你了 嗯 你的官色 今日完结了 啊 上差老爷都查了一遍 说你们这些人呢 都是没见过镇边王 试试我们哪见 这刚来了 就干这事 这不吃话了 早知这个 这别再话 啊 所以你们啊 就不算是镇边王一党 好 谢谢你 那我们就能回家 回家也不成 但终归这里边有你们 所以上司现在 已经安排下来了 而等冲军发配 啊 哦 冲军 对 那怎么办呢 冲军呢 也比杀头要强的多 当下把人叫出来 挨个的一吩咐 去哪都有 有的也 发送山西太原 那怎么办 没办法 跟着差人 起戒奔山西 这儿的消息 广东 可就得着了 为什么 您琢磨呢 哦 整个 这镇边王这儿 全知道了 哎呀 造反 连老王爷都弄北京去了 老百姓 传这个还传不快吗 啊 广东人没有不知道的 传来传去 传在了 翻语线 最先知道的是 衙门口的人 老爷一知道呢 太太就知道了 太太一聊天呢 别人也都知道了 衙门里的一知道 衙门外边也知道 啊 秀才们也都听见心 所有的秀才都叹息 你说谁知道的 咱们还羡慕游子哥了 你说人家这一群 了不得了 莽袍玉带了 啊 要说跟着王爷混 最次以后 那个三品的官 夹的一样 没问题 可你谁是这下场 要知这个 当初就别让他去 那谁说的准呢 大伙都叹息 唯独这里边有一个秀才 打心货里这么高兴 这个人呢 姓伟 单字名蛋 就是浓淡的那个蛋 伟蛋 伟秀才 他也是跟这位游生啊 是好朋友 也是同学 但是他从心里边来说 他恨这位游子爷 俩有什么矛盾呢 说起来也不算是矛盾 就是当初啊 在县里边一块会考的时候 做文章 这位游子爷的文章 是最好的 大伙都捧 伟蛋的文章 第二名 不如人家 就因为这一篇文章 他从心里就恨上了 凭什么你要比我好 嗯 今天一听人说 说镇边王那出事了 整个江西去投奔的这些人 死的死 王的王 哎哟 哎呀 把伟蛋乐的 你想想 想吃兵下包子 老天爷睁开了三分龙眼 哈哈哈哈 今日截了我心头之恨 太好了 嗯 大伙都说 说这个游子爷啊 跟那出事了 但说具体怎么发落的 不知道 伟蛋新说 你们不知道 我给他编 我就说他死了 对 哈哈哈哈 哎呀 想好了 他满处给人家串这个谣言去 说你们听说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打江西南昌回来 说了 去那的这些个秀才 没有一个得好的 都死了 而且人家上差说了 上差是打北京城派来 啊 这上差是北方人 他说了 所有追随王爷的人 一分为二 分为南北 凡是北边去的 啊 就饶了这一次 都是充军发配 凡是南边来的 没有好人 是南方秀才 一个个全得杀 所以人家说了 说游的爷已然死了 赫子说的这个 有鼻子有眼 您算吧 老百姓这个 他爱传闲话呀 啊 你一听我一听 回去说吧 传来传去 就传在了曹夫人的耳中 就是游的爷这位媳妇 坐家里边心里不是姿务 啊 正纳闷了 说什么都有 哦 又听信了 说人死了 哎哟 当时个儿搂了一声 这人就昏死过去 俩儿子 上心 刺心 哎哟 妈呀 您快醒醒吧 呼 掐人中 锤打前胸 麻子后背 又给灌热水 半天的功夫 曹夫人还醒过来 哎哟 夫君啊 夫君 你说这个事 谁指望去到江西 你能得到功名富贵 可谁知道 死于异地岔乡 山高路远 你那尸骨都难回来 你只顾一死 天下了我母子三人 这是怎么办 哦 媳妇也哭 俩孩子也嚷 家里这惨 哪 街坊四里也帮着劝劝吧 婶子大妈都过来了 呦 大婶啊 你这别难过 你说这玩意 他也说不准的事 是不是啊 哎 人大申口处死有地 别往心里去了 大伙都劝 都劝完了 哎 游就来人了 这位游的爷呢 有一本地儿 兄者 姓游 叫游二 也听说这些了 赶紧来 嫂子 你看 我听说了 说我哥哥死在外头了 你别难过了 得了得了 这 你没法说 人活百岁 终有一死 人活百岁才一死呢 他这才多少岁 还行 行了 嫂子 别难过 打起精神来 日子该过 还得过 把好处劝呗 嫂子说 二兄弟啊 哎 您说嫂子 你哥哥这不是没有了吗 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不管怎么说 虽然说没有尸首 我也想祭奠一番 你帮我 请点和尚啊 咱们给他办一棚白事 念念经 超度超度他吧 哎哎 成成成成 您出钱吧 您出钱 我给您办这棚事 曹氏把钱拿出来 由二 给他办这棚事 这小子也不是不好人 您算是吗 嫂子拿出来五十两银子 他花十两银子 别办这棚白事 事都办完了之后 曹氏在家里边跟俩儿子说 咱们得开个会了 今天望后 就是咱们娘仨过日子 你们还有个姐姐 英姑 远嫁朝中 山高路远 往来不变 咱们几口人得争气 虽然说你爸爸不在了 咱们更得把日子过好 不能让人家笑话咱们 脸子说是 听您的妈 我们都听话 哎 那就好 你二仨说的挺好 可是这个油二 起了戴心了 啊 就是孩子的二叔 说我哥哥走 家里可留了不少的钱 万贯家财 就让我嫂子这么管着 也不是事 她姓什么 我姓什么呀 对不对 好歹我姓油啊 我得想一番 劝劝我嫂子 改嫁旁人 这万贯家财 最起码她的是我的 想好了主意 找嫂子来了 嫂子 这两天身子骨好点了 哎 兄弟 你坐吧 我说好多了 啊 这些日子你也受累了 哎 您说您说这话远了 哈哈哈哈 啊 这是咱是一家人 哈哈 哎 我哥哥没了 我心里也难过 也不是姿吧 啊 你是这个玩意 哪说理去 十指帮她去了挺好 没想到 落了这么一下场 您哪 也甭难过 是不是 你也还年轻 日子该过还得过 啊 是兄弟 这不骂 守着你这俩侄儿 不能让老油家 断了后 绝了根 哎 以后反正 家里有什么事 你也得帮着 那那是 那是 那错不了 哈哈哈哈 家里有事 我得管 我得管 不过 这是我是拿您 拿您不当外人 啊 您是我的嫂子 老嫂比母 小叔子是儿 哈哈 我是 有几句话 我也不知道 该说不该说 哟兄弟 你说吧 哎 您瞧您这个岁数啊 还年轻 还年轻 这个 我哥哥是没有了 你说您就这么着 守候万辈 这也不是事 是不是 我们这个家 又不是那个 那个不好说话的家庭 哈 我是恐怕 您有的事 不好意思 嗯 我没别的 我就劝劝您 如果说 您要是想愿意 走一步呢 别门令驾 您就言语 是 哈 这个事 我们绝不拦着 而且 哈 我们是挑大拨 赞成 赞成 您对老油家 做的那是一百亿 没问题 如果说 您不好意思 也不要紧的 我给您去 找个主 看看谁家合适 包括您嫁着过去 吃香的和辣的 以后这俩孩子 就如出是我儿子一样 我管着 您放 兄弟 你这叫什么话呀 曹氏把脸掉下来了 我以为 你要说什么好话 你这叫什么呀 你哥哥尸骨未寒 你来劝 寡嫂改嫁 于情于理的 说得出去吗 嗯 老二 我就当你是喝了酒了 今天这个事 我基本不就 以后再说这个话 别怪嫂子我翻脸 你出去吧 你 哎 别送啊 别送 转身出去 喝 从这门来 以着墙根 直坐牙花子 这个娘们真梗啊 他照这样说 以后这个 我哥哥这钱 我想要是可难了 哎呀 这怎么办呢 挺别扭的 又打这儿出来 一路寻思着 找了一个小酒馆 往这移送 酒馆呢 就是一个掌柜子 带离伙计 掌柜子认识他 哟 二爷来了 来了 来了 来来小菜 我烫壶酒 哎 酒菜摆在这儿 自个儿疑人 寡酒难忍 这个人的就是这样 你要说哥几个坐在一块 连喝酒 在花泉 聊天 四伯子汉流 喝多少都没事 就怕一日喝酒 一日喝酒 喝闷酒 越喝越难受 这一天喝了 滋了砸了 作牙花了 哎呀 掌柜地桥 这种新流事 这会儿店里也没什么事 坐着聊会儿车吧 端着杯过来吧 哎呀 这个今天这是 有新事啊 一碗把杯放下 哎呀 有点事 有点事心里不痛 怎么了 说不嘛 这本家大爷 死了 家里边还剩我这嫂子 带这家小胆 可您说 父子人家过日子 不是常事 谁去做买卖 那不是老爷们漂亮过日子 是不是 我是好意 我说让他 再嫁一劲 走一步 可没想到 他不认头 你说我这被这事烦 这么回事 你瞧 您说的这还是真有道理 对对对 嫂子一个人 这也不是事 不过您说这事 看我能 帮上忙吗 你能帮什么 我这个 咱们也认识十六年了 这小酒馆是我的 家里还有这么 四十来亩水田 雇了几个人干活 虽然说不算多富裕吧 反正最起码 咱也是能 能算得上个小汤人劲 媳妇呢 死了 剩个小子 不学好 一天到晚 吃个小肚子 然后打跑了 说两年多 也没着家 不知干嘛去 就剩我一个人 这过日子也不如事 你看看 要方便的话 你说要是 把我 跟你那嫂子 往一块 说说 咱们 做门亲 真不好吗 这主意不赖呀 好 哦 你也是一个人 我嫂子也是一个人 嗯 哎 你们家住哪 我家在乡下 在东乡 我就这一小酒馆 我有时候过来跟着盯着 我没事 小二他们跟着 您问这个 成了 这事 就冲你说了 我嫂子 就给你了 可有一样啊 分文不要你的 你可别说出钱 啊 什么定屁 都不要 什么钱都不要 这是你答应吗 哎呀 您玩笑吧 谁跟你逗 你愿意不愿意 我愿意 可这是真的吗 凭什么呀 这天上掉线 什么啊 嗯 我嫂子呀 脾气还挺大 你要说 下聘礼 您没证据 她怎么不干 你要想要她 我做主 夜半三经 你带几个人去 上家 把我嫂子抢走 你不住东乡吗 抬回你们村 强行完婚 好不好 生你做成熟饭 到那会儿 她一个辅导人家 她能怎么着 这事就拉倒了 你白得一个媳妇 好不好 腿了 二爷 你要是有这么句话 那就不用废话了 这事就这么办了吧 啊 晚上我去 我带人 不过您可想好了 千万别走漏风 你放心 我比你还怕走漏风 声呢 哈哈哈哈 成了成了成了 好急了 明天早晨我去 明天早晨去 我看看俩孩子跟家呢 我好帮着 归着归着 以后这俩孩子 我就管了 哈哈哈哈 这喝完了酒 老二站起来 回去了 心里高兴 嗯 这行了 拔去我眼中定 肉中之侧 他前脚走 小酒馆 又来人了 谁呀 伟蛋 那就是 游子爷的这个仇人 可游子爷自己不知道 伟蛋 打外边进来之后 往这一坐 啊 来壶酒 来小菜 这一坐 一喝一聊天 啊 过来展规的 聊会儿 哎呀呀 呦后 美秀才来了 哈哈哈哈 坐他这 这个掌柜的 这个人呢 他坐买文 心很细 刚才老二走了 掌柜就想 这是个好事 是个好事 可是我对这个 付的 人家不了解 啊 我是抢来了 你知道他有残疾 没残疾 有毛病 没毛病 是不是 我要是找人 问问 这才好呢 正琢磨呢 伪秀才进来了 一瞧伪蛋 嗯 咱过得挺乐 我跟他聊会儿吧 来来来 小二 多给来几个菜 坐在这 来我敬您一杯 哎呀 没事 哈哈哈哈 买买不错 买买不错 托您的福 哎呀 您挺忙的 海面书人有什么事啊 无非是写写字 画画 也就这些 啊 我跟您扫地人 您知道吗 谁啊 说咱们这有一秀才 叫尤仲昆 尤仲昆 家中有一位太太 曹氏 您知道吗 掌柜的这意思呢 旁敲侧击 问一问 跟我说说 这女的好不好 可是伪蛋不了解 不知人家问这话 什么意思 她 她呀 那简直就不是人 一听这话 掌柜的吓一跳 心说哎呀 我得亏问问 来吧 您给说说吧 怎么个不是人呢 呵 伪蛋一听 有人问 心里高兴 我借这机会 我要拜访拜访 这个曹氏 啊 这女的没得罪我 我就是恨她丈夫 啊 借这茬有人问 哎 你可不知道 就这曹氏啊 哎呦 耻为人呐 这个人呐 做人都冤的哈 不是人 他现在家里 这是俩儿子 是不是 大儿子 是他孤舅哥哥的 二儿子 是外边一个和尚的 他不光这样 还勾结好几个老道 而且 跟前有多是地皮流氓 跟他都不错 啊 这么一个人 他是分文不知 持于妇道 可以说万寡 灵识 都不能结痕 他把这过瘾来了 咬牙切齿 胡说八道 这么一诅咒人家 说完了很痛快 喝两杯酒 他走了 掌柜坐这 差点没哭了 哎呀 得亏问问 你看看 我要弄这么一个娘们 回家这还了的 我家里是和尚 老道弟 流氓都去了 这我哪受得了 这个 哎呀 老天有眼 我今天晚上 我可不能去抢他 伪但无意中 给人造谣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 也救了曹氏 夫人 免去了一场灾难 当天夜里边 掌柜的 没去 曹氏呢 弄孩子睡觉 也没事 清晨起来 有老二来了 还挺高兴 兴兴兴 兴兴兴兴兴兴兴了 我最近外边欠了不少钱 不管是赌博的还是干嘛的 我竟该当了 今天去行了 我一进门 俩孩子肯定哭 二叔啊 那个 我妈让人抢走了 我第一安慰 儿们呢 不要紧张 有我呢 打这儿去 我就是你爸爸了 四处找吧 到处一找 没有 得了 你们还小 二叔先替你们过日子 万贯家财都是我呢 想不真好 来到这儿 啪啪啪一砸门 门分左右 曹氏出来了 二弟 你来有事啊 没事 没事 嫂子 您挺好的 挺好的 我挺好的 你又干嘛了 我没事 回见您 回见您 转身走 心里很 你看 没来呢 这事闹的 挺生气 奔酒馆 拿手机纸 你怎么在那里 你不说好 你没去呢 掌柜的过来 轮圆的给你嘴巴 我去你这吧 好小子 感情你嫂子 不是个好玩意儿 我说上赶着送我呢 给钱我都不要 不是 你说什么意思 你管什么意思 再来我的大嘴巴抽你 滚 把有老二 给骂走了 可是 掌柜的这嘴 也不饶人 他这老来喝酒的 有什么事呢 静聊前天 人哪 有的时候有小毛病 好多人都是如此 好险的 好逞能 知道点什么事 要是不说呀 难受 喝 跟大伙白喝 你们听说了吗 你们可不知道 这位游蝶 这媳妇 好家伙 感情啊 他跟好些个和尚不干净 跟老道友一腿 还认识 把个喇嘛 也不哪来这么些出家人 都给他说了 听 黄原百十来里的这些个地体流氓 都跟他油染 简直这就是一个活妖精啊 反正是这样 他跟别人说十个里边有八个不信的 可问题还有俩信的呢 那俩信的出去带给人一说 历来啊 这个人们传瞎话啊 都是越说越完整 我跟你说的可能就说这么点 你在跟别人转述的时候呢 为了让这个事情更有可信程度 你会自己把它完善 好到最后 越说越完善 这八个喇嘛姓什么叫什么 这二十个老道姓什么叫什么 和尚谁给剃了头 家里有什么人 好跟真的一样 慢慢的这事可传开了 传来传去 就传到了曹氏夫人的耳朵里边 哎呦 夫人气的 心说 闭门家中所事 祸从天上来 我招谁惹谁了 谁给我传的这个瞎话 挨千刀子 哎呀 气得心口疼 可是那日子还得过 给孩子做饭 做完了饭 端上来 拿起筷子刚要吃 哎呀 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堵得慌 你们吃 你们吃 娘您不吃饭 我不饿 你们吃吧 哎 俩孩子吃饭 吃饭 二儿子更懂事 你别看他小 娘你还不吃 娘不饿 那您喝点粥吧 小小子 这盛了一碗粥 妈 您喝点粥吧 不吃饭不行 哎 喝点粥吧 端着粥喝 勉强的喝下去 人在吃饭的时候 绝不能生气 气裹了食 特别难治 连着好几天 就觉得心口这堵得难受 哎呀 晚上坐在这儿啊 扒得扒得掉眼泪 俩孩子睡着觉 自己坐着哭 这叫什么事 啊 丈夫 丈夫 你是死了 你什么都不管了 你知道我的日子多难过 外边这个话是好说不好听 我大门不冲 二门不迈 我哪都不去 我现如今 我天天在屋里待着 我怎么 怎么惹出这些个流言蜚语来 哎呦 坐在这儿啊 是哭天抹泪 实在心里不是滋味 就觉得心口啊 一阵一阵的疼 怎么这么难受 在坑边上坐 咕咚一下的 打坑眼上就掉下来了 俩儿子睡着了 听见响 老大睁眼 哟 娘哎 这一喊 二儿子也醒了 哥俩赶紧下地往起舟 妈爷您怎么了这是 您怎么了 往起舟 掐人钟 啊 赶紧弄热水 给妈灌一下 老半天 这才 哎呦 这心里边堵得很 妈您没事吧 妈您没事 啊 我没事没事 扶着妈妈坐在坑眼 缓了半天 这口气才倒云了 孩儿啊 孩儿啊 你们也老大不小的 啊 老大 你的都是 十六岁的人 啊 娘就拿你当个大人 以后家里的事 你处处的 都要多上点心 知道吗 而且你要在外边 谁说些个鞋的话 你千千万万的 不要往心里去 娘您放心 我知道了啊 好了孩子 你们该睡觉就睡觉吧 说着话忘奇寨 没想到哭通一声 这人哪 又摔倒了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